DSE 2013 ICT P1A MC第六题 这题只有53%效生答对 同学说Combination Lock有五个开关 每个开关有两个状态 On和Off 如果设计Lock之后 要Unlock即解锁 就需要五个开关都迫对 On和Off的状态 现在同学问 究竟这里总共有多少个不同的Combination 就是根据Combination Lock的设计 因为这里每一个开关 每一个Switch 都有On和Off两个State 所以第一个Switch有两个Combination 第二个又有两个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 每一个Switch都有两个Combination 但是你配合五个之后 这里是将它双成 所以这里有个公式 2的5次方2to the power5 这个即是32了 所以答案是D for Dog 当然你会问 这里为何是双成 2乘2乘2乘2 为何不是加呢 如果2加2加5次 就是10 你就会选择答案是B for Boy 其实是有得解的 我们就可以用数学科里面 3Diagram的concept 基本上二进制的世界里面 电脑科ICT和数学科 两者的关系 其实是相当的密切 和这个是第一个Switch 第一个开关 我设计有On 又Off 到第二个Switch No.2 每一个On、Off 都会再拆开一个On、Off 所以我们看到有两个开关 两个Switch 总共会有四个Combination 基本上是2乘2等于4 如果我再加开关 再加一个Switch 每个On、Off 也都会再分拆开两个On、Off 我们看到这里 还有1、2、3、4、5、6、7、8 八个Combination 八点来的其实是2、3次方 这里是2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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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想像去到第四、第五个开关 基本上这里是2、4次方 2、0次方 如果In general来说 我们有N个Switch 这个就是2的N次方